随机信号分析 随机信号分析是咱们学校一项比较传统的课 大家知道咱们现在所做的信号处理 绝大部分碰到的都是属于随机性的信号 这些随机性的原因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有很多的因素造成了 客观世界就存在着这样一种随机性的现象 比方说咱们说过去最早的时候 有关随机的问题是从赌徒开始的 传统古典的概率的时候就是制骰子 每次如果不出老千 那么抛出来以后这个骰子按说它六个面 出现每个面的概率应该是一个均等的 咱们说出老千另当别论 那么一般来说是从那个地方最早开始 那是我们说叫古典概率 咱们在进入学校之初 大家学过一个课程叫做概率与数理统计 对吧 当时在那个课程里面 我们碰到的最基本的一个概率现象 就是古典概率问题 所谓古典概率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回过头来 大家看一看 古典概率描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它都是描述一些有关随机性的事件的问题 比方说咱们刚才说的制骰子 或者给你一堆信封 你怎么能装 会不会都装对 装错 等等的 还有像猜谜 类似的这些 都是属于我们把一些随机性出现的这些事情 来度量这些随机性事情 它的一些数学特性 我们这时候叫做古典概率 那么古典概率所讨论的 主要是一些随机性的事情 但是我们说数学的发展 数学本来就是对客观物理世界 它的一种抽象 那么很多拿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做 我们说可以这么做 但是它的通用性 有时候不是很强 我们希望借用一种数学的办法 把所有随机的现象 随机的问题 纳入一种数学讨论的 一个范畴和功力 大家知道数学一讨论 数学数学 首先就是数number 对吧 这个数怎么来表示它呢 那么首先要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把所有随机性的事情 具体的事件 都变成一种用数学的方法 来表示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要把原来古典概率的问题 要把它经典的数学化 这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后面 大家知道古典概率完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介入了随机变量了 对吧 咱们在概率和数理统计里面 就不再更多的去讨论这些随机性的事件 而是讨论随机性的数 是把它纳入了一个数学的范畴来讨论了 这个开始以后呢 我们说随机变量就出现了 但是我们以前所讨论的随机变量 有什么特点呢 如果我们再把我们今天的课程 跟以前的课程 如果大家做个区别的话 那就在于 我们过去讨论的是随机变量 这个随机变量的取值 是具有随机性的 但是它有没有时间的概念 没有 比方说咱们同样是置骰子的事 它并没有说你这颗骰子是几点几分抛出来 然后又几点几分抛出来 又不一样 它是没有时间概念 那么我们现在所要学的 咱们这个随机信号分析这个课程 它是具有非常明确的时间的概念 也就是说 这个一个样的一个随机变量 它随着不同的时间在变 随着不同的时间还要在变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课程 跟以前所学课程的最大区别 我们可以说过去我们学的呢 是静止的随机变量 现在呢 是在动态的随机过程了 所以它有明显的时间的概念 那么它的很多数学的基础呢 我们仍然可以借用我们过去 在概率和数据统计里面 已经建立了一些基本的数学规范 然后把我们现在带有时间 这样一个特点的东西呢 再把它结合进去 拿时间这一维我们再怎么度量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它跟我们以前课程的区别 和相互之间的联系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的先修课程呢 就是相当于概率和数据统计 如果其中要说用到的一些 基本的信号知识呢 那大家就是在这个叫做 信号与系统 这门课里面要碰到的 我们大家在学信号与系统的时候呢 过去我们所说到的信号 它所具有的随机性的成分 就是不确定性的成分 可能比较小 比方说大家学过像正弦波啊 三角波啊 锯齿波啊 它都是所给定的呢 都是一些时间特性 描述非常清楚的一些函数啊 时间函数 是以时间T作为一个次变量的一个函数 大家知道 既然是以时间T作为次变量的函数 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次变量T展开的话呢 这个函数就可以描述出 它的这个时间变化特性了 我们过去把它叫做时间函数 那么这个时间函数 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随机过程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那就是这样 我们前面说 我们随机呢 从概率和数理统计的观点 我们引入了时间 随着时间变化的概念 但是呢 我们说函数它有没有随着时间变化呀 函数也是随着时间变化的 对吧 因为它是时间T这个次变量的函数嘛 自然要随着时间变化 但是它这个变化就在于我们说 有规则还是没有规则 我们所说的函数 一旦把它的时间表达式写出来 它就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时间的样本 也就是说 你可以用时间轴清楚的把这个函数 随着时间的变化过程 没有任何意义的把它描述出来 咱们通常在试波器上经常用什么观测 观测它的波形 对吧 实际上一个试波器呢 就是展现了这样一个信号 它随着时间 这个变化的一个轨迹 我们过去大家习惯呢 就叫它波形 那么如果对于函数来说 这个波形是确定的 而且是唯一确定的 只要你把这个函数的表达式写出来 但是假如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说 如果我们拿随机过程来看的话 这个函数 它是一个时间随着变化 可以说是一个时间的函数 可是这个函数 你能不能拿一个试波器 或者用一种数学的函数的形式 把它非常明确的表现出来 那不行 它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样子 然后同一个时间 大家要注意 它就在同一个时间下 它也有不同的样子 同一个时间还有不同的样子 你说你这个图形怎么画 就没法画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又是过去我们对于数学里边的函数 一种新的变化 过去函数是确定的 现在这个是不确定的 所以我们分别从过去我们数学的函数的基础 和我们关于概率和数理统计里面 随机变量这个基础 这两方面来综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那就是它兼有了这两方面的含义 那么这是我们讨论之前 我们大概交代一下我们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咱们这个课程的基本的书 就是教课书 就是这一本 我们叫做随机信号分析 这是由咱们学校高新波老师 等其他一些老师共同编写的 因为出的时间不长 所以咱们是以这本为教课书 那么大家也许会说 可能有没有什么参考书 其实在这本书之前 咱们学校一个比较老的教师 叫张前吴老师 曾经写过一个 也是叫做随机信号分析 是这本书的前身 当然张老师已经退休了 那么这本书是在原来 张老师那个随机信号分析的基础上 重新做了一个修订 那么这个修订里面最大的变化 是增加的第零章 原来张老师那个书里边没有零章 为什么要增加那个第零章 原因是 因为咱们大家学概率数理统计 时间可能比较长了 今天再一下子从头过 好像有些同学可能就忘了 所以这个第零章 相当于把我们前面概率和数理统计那部分 又捡回来给大家再复习一下 有关后面用到的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公式 重要的概念 在第零章里面再介绍一下 所以这个书就补充了一个第零章 第零章叫做序论 咱们这一章就叫做序论 那么序论我们前面说 主要是为了给大家补一下前面概率和数理统计的问题 然后这一章的第一节 主要是关于概率空间 在概率空间里面 我们主要讨论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来讨论一下叫做随机试验 然后讨论一下呢 就是样本空间 那么最后我们讨论一下 这个叫做概率空间 有这样三个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概率和数理统计 一开始也是讲的呢 是随机实践 那么是讲的古典概率的问题 所以我们第一个呢 要讨论的呢 就是这个叫做随机试验 这样呢 大家可能接受起来会比较顺一些 所谓随机试验呢 具有这样三个特征 具有这样三个特征的实验 我们叫它随机实验 这三个特征里面呢 第一个特征呢 它具有叫做可重复性 所谓可重复性是指说 这样一个实验 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 我可以进行多次 为什么要要求这个条件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说 这样一个随机实验 我要要求它可重复性 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咱们说世界上有许多事情 只有一次 如果你为了这一次的事情 就花很大的力气 去研究这一次事 好像意义不大 比方说希特勒这个人 从古到今 就这么一个毒夫民贼 如果你说你去花很多时间 去研究希特勒的现象 那这个咱们说 这个是太特殊了 所以在咱们也是 咱们做的是无线电系统 如果在一个无线电系统里面 很偶尔的发生了某一个事 这个事以后再会不会了 一般不会有了 那么这个事值不值得去研究 往往就不太去关心它了 那么这种事 有没有人去关心它呢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课不关心 别人所有课都不关心 咱们知道数学里面 专闻有个叫做 灾变理论 就是研究这些极特殊的事情 那么是别的课程去研究 我们在里面要求的呢 是它具有可重复性 因为可重复性有了这个条件 我们做完这个事情的研究 因为它会再发生的 那么才有意义 对吧 所以你要说只发生的每一次 后面再也不发生的呢 那是别人去研究了 我们这个课程呢 不去做 所以呢 它第一 这个事业就要具有可重复性 比方说 在咱们举个例子呢 就跟咱们以后专业比较相近的呢 就是雷达去检测这个空中的目标 比方说 现在在某个空间当中 有一个飞行的这个隐身飞机 像咱们说F117A 在天上那么飞着 然后我们用地面的雷达去探测F117A这一架飞机 大家知道F117A呢 是隐身的 这个隐身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说真的就看不着它了 并不是如此啊 只是说对于雷达来讲 F117A 它能够散色回来的电磁波的能量 是非常的小 小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说通常它在0.1个平方米以下 所谓0.1平方米啊 咱们说是指叫雷达呢 叫做RCS 就是雷达的目标节面积 这个目标节面积 跟目标的自己实际的物理尺寸并不相等 这个咱们通过以后 大家学雷达原理的时候就知道了 目标的它的尺寸 跟它的RCS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实际上RCS呢 就是说你这么大的一个目标 这么样的一个目标 它对于我雷达来讲 我相当于照到了多大的一块面积啊 然后这块面积所照射的电磁波 会把整个的照射能量 向周围四面八方一个球 没有方向性的 均匀的散色到四面八方去 然后有一部分的目标散色的信号 被我们雷达的接收 然后我们算接收到的这个信号功率 是不是比我们雷达检测目标的灵敏度 还来得小 如果它回来这个信号的能量 低于了雷达接收信号的灵敏度 那么雷达能不能看到目标啊 那就看不到了 如果说反射信号的能量比灵敏度高呢 那么我就可以看到了啊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RCSF117A小于了0.1平方米 就相当于你看 它只有0.1平方米那么大的一个 你可以想象为 它只有0.1平方米那个面积的一个球 一个球 这个球的表面积 大家知道如果是一个球的话 它的表面积是多少啊 应该是4πR平方 就相当于它的球的这个表面积 R是这个球的这个半径 这个F117A4π的R平方 只有0.1平方米 只有0.1平方米 那么大家想想这个球才多大点啊 才多大点0.1平方米 那么如果我们打一个直观的比较啊 大家说0.1平方米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说如果我是一个士兵啊 然后我带着我的全部的陆军装备 比方说枪支弹药啊 这个我都把它带全了 一个钢盔 这么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它的雷达截面积是多少呢 是0.1平方米 也就是说那么大的一个飞机 跟我一个人啊 相化等号啊 咱们说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多好看呢 一个人啊 那才多大点啊 但是它经过隐身处理之后呢 它只有0.1平方米啊 所以像咱们说 如果要去拿雷达 看这样一个小目标的话 很好看还是不好看啊 就很不好看了 并不是说你绝对看不到它 它飞得很近了 你可以看得到啊 咱们知道飞得很近了呢 回波信号的能量呢 就强了 所以它就够了我的灵敏度了 但是它要在远处呢 就看不到了 像F117A这样的飞机 我看到了 我在采取行动 还来得及来不及啊 咱们知道 现在的防空武器 用高射炮去打这个F117A呢 就等于说 你再给它放礼花一样啊 因为F117A的典型作战高度 在一万两千米 咱们现在地面最大口径的呢 105的高射炮 可以打到一万一千米 也就是说 你再给它底下 给它放礼花啊 那么是伤不着它的 那么用高射炮打不着它 用什么能打它啊 咱们知道 地空导弹 空空导弹 主要要靠这些导弹来打它 那么如果你从发现这个目标开始 然后引导 告诉说在什么什么地方 有一个目标了 然后再让你的这个啊 所有的炮群 或者说你的那个防空导弹 那个发射架 对着那个方向去把导弹发出去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 典型的从探测到发射啊 咱们现在的防空武器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啊 强的到多少 几秒钟 五六秒钟就可以把这个准备过程做完啊 那么等你把导弹发出去 这个导弹能不能看到照这个目标 那是另当别论啊 一般来讲 距离很近了 导弹也能够够得着大 就可以把他打下来了啊 所以那么一般要求你发现目标提前要多长时间呢 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应该在十分钟以上啊 那么你这时候他才可能你能够得着他 因为我们知道F117本身是他如果在作战的时候 2.5马赫啊 2.5马赫 2.5马赫的飞行速度相当于每秒钟是在900多米啊 飞行速度很快 你想他那么近了 很快他就过了 你就飞跑了 你再够他就够不着他了啊 呃 但是咱们也知道F117A这种东西 咱们说他虽然是隐身啊 并不是说什么雷达他都能隐身啊 比方说第一架F117A被打下来 大家知道是在南联盟作战 对吧 科索沃战争 科索沃战争当中F117A第一次啊 失了前卒 呃 这也是属于我们说飞行员比较大意啊 也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 因为F117A在进空空炸的时候呢 首先被南联盟军队的P40雷达看到了 这个P40雷达是个什么雷达呢 是二战时期使用的一部米波雷达啊 二战大家知道是上世纪40年代的事啊 那个时候用的一部雷达是一个米波波段的雷达能够看到F117A呢 是因为F117A这种隐身飞机对于米波雷达是不隐身的 咱们看着它个头还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在雷达原理里面大家以后会知道啊 这个波长跟目标的尺寸之间 如果波长跟目标尺寸可以比拟的时候 这个目标是不隐身的啊 所以对于P40这个雷达来说 它在五六十公里的时候就发现了F117A 然后一直用这个雷达来探测这个飞机进来 当这个飞机进到离它的防空导弹 埋伏在那的防空导弹 还有二十公里的时候 这个防空导弹的那个雷达才突然开机 因为二十公里的时候 咱们前面说你隐身到了这么近距离 它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防空导弹探测到了之后呢 在六秒钟之内把弹就打出去了 打出去之后导弹阵地就转移就跑了 所以这架F117A呢就很被人家打下来了 但是它预先被P40雷达看到的时候呢 它机上的告警设备也告诉它说 你被人家一个雷达米波雷达看到了 但是咱们一般的飞机 大家知道现在在空中的电磁波多不多 到处都是电磁波 人类对于电磁系统的利用到了相当程度 对吧 咱们现在随便你打开个手机 很快就接入了 对吧 如果咱们听个收音机看个电视 有没有说你在这地方行那地方不行啊 所以空间当中的电磁波能量是非常丰富的 如果咱们再关心一下高货段 我们经常到外面试验 咱们现在的空间的电磁波乱的一塌糊涂 非常多非常多的信号 所以对于这个飞机驾驶员来讲 它收到一个米波信号 它是不当回事的 因为我们知道米波是不会直接打你的 那个波长太长了 精度太低 它不会直接威胁到你 所以这个飞行员就很大意 没有当回事 然后再往里边飞 对不起了 那个后边埋的是真的厉害的东西 等你飞进了再跑来不及了 同样的这个战术 大家知道 其实咱们说南联盟这样的作战态势 在咱们国家 我军作战历史上是非常多的 大家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 咱们打下了美国像U2高空侦扎机 还有像无人驾驶的高空侦扎机 都跟这个F117A的情况类似 都是这个雷达盯上它以后 它没有及时逃跑 然后就被咱们导弹给打下来 所以这里面我们说 这个可重复性就这样了 这个试验可以在这个条件下多次进行 像这种探测不是一次两次 现在的隐身目标非常多 所以大量的都是要做这样一些重复性的实验 这是第一个要求 叫可重复性 这是为了保证我们说 我们的验证 我们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它的结果 我们把这个叫做结果的这个可限定性 这里边我们特别注意一下 叫做限定性 什么叫限定性啊 这个结果的可限定性是指说 这个结果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 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或者多大的一个范围内 这个是知道的 这个就叫做结果的可限定性 这就具有具有确定的 我们把它叫做结果的范围 虽然是一个随机试验 但是你的试验的结果大概在一个什么范围 我们是知道的 比方说咱们古典概率里边经常说抛硬币 一枚硬币抛起来 然后掉到地上转两圈 那么这个结果 我们经常说是什么正面反面 对吧 除了正面反面 还有没有别的面 咱们说也有一小例外 如果硬币 那个引栏 它不是非常刀热似的 它有一定的宽度 有可能立在那 那就是非正非反 那么我们把这个考虑进去 无非是三种情况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热做得很尖的时候 那它只有正面反面 所以通常硬币这个试验 咱们说有没有说立起来 一般不会说有 所以原则上这样一个试验做完 它的结果无非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 所以它的结果 这个范围是可限定的 为什么要加这个条件呢